那我们接下来热情的欢迎我们的讲师 刑政医院政务委员唐凤 非常高兴的都来这边 我是跟那个行政医院请了一个小时的假 那然后大家如果扫得到QR Code的话 可以扫 如果扫不到的话 可以手中输入slido.com这个网址 然后803情况不用输入 就可以到这个秘密的聊天室 那在接下来的大概50分钟左右 大概就是以大家的提问 以及按赞数量最高来决定说 我给大家的这个顺序 那我想说目前有7个人就已经问说 现在就是有没有合照的时间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因为我确实是 就是我有个Hard Stop 就是12年整就得离开了 所以就是如果要合照的话 可能就只能反过来拍 那是不是说我就是大概55分就回答完之后 我到中间然后这样反过来照 是不是这样比较照得到 而且就是如果大家要排队合照的话 我们现在演讲就结束了 然后就直接合照就好了 这可能不像最好的运动在用时间的东西 所以我想我们就是最后来一个反向 大家都知道这样可以吗 好大部分人感觉上有个人很怕 后面那就这样 有这个十九位朋友们问说台湾的抖音会不会下令既致啊 那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屏幕 目前就是 就是威尔跟抖音的谈判演战团嘛 去看说就是到底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到底他们的这个界限是是放在哪里 那以我目前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实际院这边还没有接到 就是类似于就是 威尔跟抖音的谈判那样子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也在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 那相信很快就会有比较具体的一个结论 可以来跟大家报道 有十七位朋友们想要问洪隆洞洞洞 好 那这个感觉上好像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 然后这个面出这些字而的声音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 那有七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哎 请问要怎么怎么样用脑坡控制人 那这边也要先讲说就是用脑坡控制斑马鱼 那个是郭登的硕士楼 不是我的硕士楼 我实际上国中都没有毕业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用脑坡控制斑马鱼 或者是其他人 我的工作大概都是想办法控制自己的脑坡 我好像没有控制那个脑坡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可能要问这是专门脑坡控制的那个高手 可能不是我 有十二位朋友们想要听我的自学的经历 其实这蛮简单的 就是我念了三个幼稚园 六个小学 一个国中 国中念了一年多 然后就出学了 比如说其实做学问也好 或者是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也好 它不是好像被动的等着你升到几年 几几年 且老师把你带到那里去 而且说你的好奇心 你的兴趣 如果是固定的 好像说对我来讲 我从很早就想要研究说 为什么透过电脑透过网络 人对人之间可以快速一次信任 而面对面反而没有那么容易快速一次信任 那像这个题目大概我十一二岁就非常感兴趣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不管我怎么转学啊 或者做歌展啊 或者是参加什么 就是线上的一些社群啊等等 大概都是用我这个好奇心来引发 我跟他们的这个互动 那所以当然到后来我的创业啊等等 也是想说 现在我们营造出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面大家 陆行可以一下子就导向到 可以一起创作一些东西 像Slideo这样的一个空间 也是这一类的空间 因为在上面里面有办法还要回复嘛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 觉得说这个问题应该有更好的做法 你没有办法去攻击这一位阿花哦 事实上就必须要想去做更好的问题 然后去lobby你作为问题的人 也就是说这个是作为pro-social media 就是你越使用你跟旁边的人之间的关系 就越紧张 而不是anti-social media 就是你越使用你跟旁边的人之间 就越互相往来 所以我想就是我的自己的情形 大概就是靠找到一个题目 在这个题目上面任何学们 因为当初里面有网络社会学这个学们 任何学们跟你们稍微 在你的身份证证反面 你一份 又或者是说你要进出一个大楼的时候 把你的身份证放在管理员那一边 长达可能五分钟以上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有所有足够的资讯来伪造这一份身份证 因为事实上它用的这个防伪科技 以我的理解 目前那一张纸也没有人在生产 因为它已经是旧时代的防伪科技 已经超过十年以上的历史 为什么身份证要每十年又犯发 就是因为伪造的科技每一年都在进步 而当时设计的时候 它那个horizon就是说 我可以保护你几年度被伪造 事实上现在身份证已经快要超过那个年限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好像不得付出犯发 一个就是比较有防伪能力的 这样一个身份证的原因 也是因为现在 大家的手机的解析度真的都太高了 所以当你好比上说去换证 或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就算那个人他 好像那个现在 好像有一个叫Spectacle的这个眼镜 就是他戴个眼镜 然后眼镜旁边就有一个摄影机 好像是Stamp Char的一个产品 或是便利商店铁掌的时候 后面就有一台高解析度的摄影机 那身份证的证法 你其实都是有文数字的资料 除非说你的姓名有非常罕见的姿态 在那里面把它辨别之外 其他部分它都是非常容易 光学上面就可以去取得这个资讯 所以从自然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每次只是换证 或者只是购买一个东西 你如果把身份证的背面露出来 或者是竟然给人隐移的话 那就包含你的 什么父母姓名 这个就是什么户籍地 什么理论上跟你在办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相关的这些资讯 就会洩漏出去 那这个其实是在自然上很大的一个风险 那所以新的身份证它主要的设计 大概就是要去把我刚刚讲的这些不必要的栏位 从它的卡片上面移除 那移除之后 自然也不会再有这样子很容易伪造的风险 而且我希望能够描述一个习惯 就是再也不要把身份证的背面去交给别人 或者给别人隐印 就像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 你不会把信用卡的背面隐印给你 因为信用卡后面 但是那个数字叫CVV2 别人只要拿到那个数字 它就可以代替你去线上刷卡 这应该大家都很多人在点头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信用卡的背面隐印给别人 希望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说在新的身份证上面 大家可以养成说 只把正面最多给别人看 而背面绝对不要给别人隐印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问说 好那这样子听起来 就是说这是一个防卫的技术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资认凭证就是签章 而不是只是身份证这些部分 把它这个放进去呢 那其实我自己也不会把它放进去 就是这是完全大家可以选择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自然连身很容易丢掉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 等于是好像内建某贵签 把它连在身份证背面 然后它不会丢掉 但是那是你的选择 像我在连连去自己试用期 去自愿换发的时候 我就会挑两张卡一起拿 当然我会付个公文费 然后两百多块 这样子那当然就如果你忘记 不要资认凭证那也可以 所以我想今天里面 签章的这个部分 完全跟现有的资认凭证一样 而且是opt-in 就是如果你觉得 对不起来办法的密码 为什么干脆不要办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在资认上面 其实我们这些系统设计 最重要的还是 大家有没有实际验证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在念念的制担期 或会短余六个月 大概就是任何对这个资认感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自愿去换发 我们绝对不是强制说 在新竹或者在梦湖 不要办法是说 那这六个月就像当年 健保安C卡 先在梦湖示范的时候 一样就是大家都可以 实际上去试试看 这个新的流程是什么 那如果你真的找到了 就是里面资安的困难 或者是碰到了一些问题 或者是新的常规不容易建立 或者是背面 还是会被迷 等等的这些 就是不太恰当的流程的话 那当然一方面 资安上有一个赏金猎人 一个制度就是你可以获得一千 那二方面是说 当大家集思广影之后 说你也可以找出一件 更好的运用方式 像最近这个我阿嬷 这个87岁的淡水阿嬷 是真的淡水阿嬷 就是真的我阿嬷 不是 不是我在淡水看到的一个阿嬷 但是她说淡水 我87岁的淡水阿嬷 就告诉我说 她这个很容易忘记你 所以她希望说新的身份 试试办出来之后 她可以好像不及同本一样 就是说她有一个值本 然后这个景点 所以她也不会想要随身携带 但是她会希望说 里面包含户籍质阿 或者是父母姓名阿 这些如果真的用得到 好像去逼正事无所 还是怎样 的时候 她像一个户籍 可能被没有列印出来 她可以拿那一张纸去 而不需要去背那个六位数的密码 我就跟阿嬷说 我们确实已经有回话 是我们可以用值本来替代 这个晶片兼入密码里面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想这部分 就是要大家实际使用 不断地给我们币 我们就会调整到一个 让大家会觉得说 不是我们要来配合技术 而是技术 来配合大家 比较自然的一个用法 但只有这样子的情况 大家可能会调成 非常好的自然习惯 就好像说 大家如果没有戴口罩 在习惯的话 我们留上回下的 列印不是列印吗 就是做制作那么多口罩 发给每个人也没有用处啊 还是我们要找到在生活上面 把它变成我们生活一部分的一个方法 作为了 随便 有39位不断人问说 可不可以唱歌给大家听吗 非常好的问题 我当然可以唱歌给大家听 没有问题 好那有这个3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我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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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位 例如说 对内部的男子玩 女性首长的比例总是非常小 是不是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认为这个提示啊 应该要怎么样的改革 当然就是说 从该数POP 女性首长的人数 似乎有增加嘛 我们没话不讲 那但是就是我曾经想要强调两个啦 一个是说 我们的首长其实不是只是首长这一级 也是包含 它比方说 简任官这一级啊 甚至到就是从简任官的主管职开始 我们就看到在那个就是 信聘会那个重要性别统计 在那里面可以看到说 担任主管职的女性大幅的下降 也就是说 如果是从委任 建任或者不是主管职来看的话 其实性别比例蛮好的 而且女性比例有时候还升级比较高 那好像我们国会里面 女性比例也超过两分之四十 那但是在公务体系 然后一旦你担任主管职 固然之间他就比例大了的少 那当然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说 毫平享受本来的人事的制度 包含请假的制度 对于持假者非常的不友善 像我刚刚讲说 我今天请了一个小时的假 过来这边 光是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当初入阁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制度 我非得请了半天 一天不客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说 当时的考试院认为说 公务员不应该 上班上到一半 然后跑出去 然后再跑回来 那么短的时间 你如果真的需要照顾家庭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 可能就是主管职业 也许不是最适合你 他没有这样子讲 但事实上 社会全能量制度就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后来也是一位叫做 比名叫做 玛丽苏的一位朋友 他也是一个公务员 然后也是一个持家者 那在我们公务政策 公务政策平台发起了超过 五千人的联署 然后人事行政总数 因为要回应这个联署的关系 去问所有的 就是人事的部门 那他们终于在说 对我们也都觉得说 有弹性的休假的制度 其实是对于持家者来讲 非常的重要 那后来我们这个意见 就送进全虚部 全虚部也非常的同意 然后就在考委的那个会议里面 没有通过 那考委是说 那你没有讲述一个这个什么 就是福国利民的原因 不然只是因为公务员 这个好像社会运动一样 我们就答应不然这个 异于无敌啊 不然是什么东西 都要这样当真过来呢 这是不行的 对 全虚部有委屈 再写了一篇 洋洋洒洒的这个 这个社会情势分析什么的啊 那最后考委通过了 但已经是经过了 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些对于持家者 不友善的职场 这些制度 没有办法在一个 比较短的迭代旧期里面改变的话 那当然就是持家 跟担任公务主管 就要做一个取舍 那如果到前任官的 社会主管就是男性 大概可能八九成的话 那到最后变成首长 然后常任我们官 变成最高到常务次长 或转任到政务次长 等等 这个破就会非常的不平 那当然当然 各位都是年轻朋友 都会觉得说 这个听起来哪里怪怪的 谁说女性才能够担任持家者 男性 也应该是主要的持家者的来源 而且女性的持家的义务 跟男性持家的义务 应该是完全一样啊 确实是如此 我们去调查的时候 年轻一辈的公务员 就是二十几岁 到三十岁左右公务员 也是这样子想的 那但是如果他们的人 是主管或这样子想的 那这个就不是很有用 所以当然一方面时间 是站在我们这边 再过十年 再过二十年 那男性女性的持家义务相同 这个应该就会变成 社会的主流常态 那在此之前 其实我们也需要去 在人事群序制度上面 去进行提高程度 才能把特货作达 那当然很高兴 就是目前 同事委员们的任期 跟总统任期 变成一致了 那军事部也比较愿意去 跟我们实行这种 从数据做更进一步的 这种结构性的改革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我想最主要还是 empower people close to the suffering 就是说 对于这个制度 感受到不舒服的朋友们 怎么样子像 刚刚那位马力士一样 但是等到最后 全局部到考试院 都已经核定了 我都已经请了一小时 去公众看展览 然后贴到MV上 才突然冒出来说 我是当初的 你就知道说 这是几乎像谁上者一样 就是说 如果他一开始是说 他为他自己争取权利的话 因为公务员目前 还是一种特别权利关系 公务员服务法里面说 如果不是你个人职位 上面的事情 就在下班时间 你也不能够对外去发言 像这种对于言论自由 以及集会接受自由的一些限制 我想都要慢慢解开 让我们能够比较听到 说在第一线的公务朋友们 对于这样子的职场 变成一个更友善 平均的环境 到底有哪些 很具体可惜的一个措施 有38位朋友们想要问 说中正文英华研究上的 超习评品贴造假代行 我们都知道 学术界上是完全不能够 被坚守的威胁 学术伦理仍然十分重要 但我想问问的是 台湾的研究 反正是否经历起 上次学术的丑闻的冲启 当一个人无法分手 学术伦理以及科技伦理的话 那么他会对这个社会 产生怎么样的冲启 以及负面影响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说 我自己在录得之前 我并没有太多写论文的经验了 我大概都是在conference 就是给presentation 或者是我有在议题为 我会去审员的论文 但是我自己大家都知道 当时做科展 那并不是真正一个论文的形态 但是当我在这个担任证委之后 我就开始写论文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好像VT1的这个模式 它就有发表在 这个叫做social archive的 这一个网站上面 它是一个preprint 就是大家的 然后送去期刊之前 或者干脆就没有送去期刊 因为网路上面 像那个overlay 就是journal 就是说直接拿这些投稿 来当做期刊的一个材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不但有启发后面 就是加拿大 其他地方的 关于神医师 讨论的一些论文 那而且这个也是一个 夸组织的合作 就是我们主要的作者 这个肖语堂 现在应该是在 然后这个林书亚 现在应该在英国 在Bristol 然后以及在纽约的 Narsana跟Cordina 那当然我也是 其中一个作者 我们就把我们在 民主上面的一些创新 一些实验 都能够写成论文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论文它的两个目的 一个是说 我要取得学位 这个我没有什么发言的资格 因为我从来也不觉得 那个很重要 但是第二个 它的重点是说 需要让全世界的研究社群 能够知道说 从我们的角度 怎么看世界 所以大家讲的第一个是 别人怎么看你 就是说这个唐宗 到底是过中毕业 还是什么博士 什么荣誉博士 还是什么之类 对不对 那这个是别人怎么看你 那第二个 像我发表的这个论文 那个就是 我们怎么看世界 我们怎么看这个社会 那对我来讲 在学术工作 最主要的还是 贡献的这一个 就是它可以做出 怎么样的贡献来 前面这一个 就是我要不要拿 这个论文 去画个什么学位 对我来讲 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如果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都可以抱持着 这样子的角度 来看他的研究 以及整个社会 可以抱持着 这样子的角度 来看大家的研究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不会有这种 就是这位听众所提到的 什么学术 是什么文字的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 不管你的头衔是怎么样 如果你的论文 实际上对于社会 或者对于当时的 这个国家 我想说要跟GETT谈判 如果有做出贡献的话 那你就是有贡献 那如果你没有做出贡献的话 那不管是什么学位 或怎么样 其实我也不会因此 来多投你一票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素养 我想它就会有一个 产生一个诱饮机制 让大家互配去做 这样子造假的一件事情 有28位朋友们想问说 网络上面洋船 当有人读书的时候 会直接在睡前 把数字翻完 睡完觉之后 书的内容 会直接放进我的脑子里面 是不是真的 确实是如此 那实际上没有错过 我确实是这样子看书的 那所以 方便上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的Pindle 来看我最近在 怎么样子处理 这些书本 那我们看一下 Pindle放到哪里去 那再等一下 那所以方便上说 我就可以看到 我最近来看 小波兹那的 这个煽动者的剧本 煽动者的蓝图 那他在讲的就是 美国的宪法 一开始他们在制定的时候 就是觉得说 那我们在做一个所谓的民主制度的时候 要参考了网络共和的精神 那这个共和精神里面有一部分 就是人民不会被一时的激情所迷惑 而是说他们设计了像参与员等等的 这种比较 stable的一些制度 然后去让大家在 看到一个新的情绪的时候 一方面可以快速地反映到两年一月的下音乐 那二方面他所制定出来的东西呢 又不会影响到这个正体本身的永续 就是上音乐可以去确保他的永续等等 那所以我在看的时候 大概确实就是 大概这个速度在翻页 然后没有特别去在脑脸 把字念出来 然后就去睡觉 那所以当然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我不可能过 里面的内容吧 因为对我来说 那是一个课堂 就是一个顽形 就是我心里来之后 我就大概知道 这个小波斯 想要讲的那种是什么 但是我没有能够去 扣里面某一个字 或者每一句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会 哪里会有些keyword 那这些keyword 然后比方说什么 看面对 对不对 那这些keyword 那我就非常依赖 什么的群文检素 就是我一想到说 这里面好像有提到 这个在Failerless Sleeper里面 这个黑面某一段 讲到群众的激情 那这个时候 我就需要做群文检素 我才能够还原到说 原来这个视觉印象 散流是在哪一页里面 我才能知道说 黑面某一段 到底讲了什么 所以对我来讲 这本书是特别不适合 这样阅读 就是因为这本书 没有群文检素 我就算醒来 有一个大略的印象 那我也没有很印象 就跑到那一页去 就是从不求圣节 到变成比较有时的 求圣节的这个情况 所以如果各位 是用资本书的话 我是不是很建议 各位这样子看 因为到最后 就会有一个很模糊的 印象的那个资本书 也不会帮你忙 那但是如果是电子书 就有群文检素功能的话 确实这样子看出 是非常省力的 有30位可能问说 结果支付 是台湾的电子支付的前景 但像新闻委员 怎么看它的 中资的一个移率 同时其他电子支付的平台 例如像说 LinePay 结果源自本土的公司 像新闻委员 怎么样推广 台湾本土的电子支付平台 像这位朋友 有一个推广的建议 就是说 台湾太超烂 那是好像那个 Calt Movie 就是靠片 就是说 这个电子实在太烂了 我推荐你下载一下来 经验它有多烂 这样的推广方式 其实看待不太稳 可能就是我如果只是公开说 台湾没超来 可能这边可能真的推广 台湾的电子支付平台 我想当然 这里面有两件事情 可能要很难看待 一个是说 就是我们在电子支付的 这个工作上面 我们主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对我来讲 它就是电池 它是跟电票 就是像牛肉卡 卡通这些东西 然后以及本来的信用卡 等等这些系统 它是并存的 对我来讲如果它并没有明白 来得要来得方便 我也不觉得我们一定要去推广它 所以之前我在金管软会的主管会议上面 金管软会的朋友也是透过slide 跟我说 这个想问我说 我觉得最恰当的比例 有点像我们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最恰当的这个电池 电票信用卡 跟那个cash的占比 应该是多少在我脑里 才是我们应该要发展的方向 那我就说电池 我觉得它最适合的占比 就是在0到100%之间 那等于没有回答 这个也就是 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去追逐这个KPI 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个人而言 像我这台手机 这台手机它是一直到升级到 比较新版的Android 然后后果 可以不需要去感应指纹 也不需要扫码 也不需要去红膜面试 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只要是开着这台手机 我直接放到结帐台上 它就可以去进行行动支付 也是到这个程度上 我才慢慢开始用这个手机 而不去用我本来的这个游泳卡 那但是我想大家很多人是跟我一样 就是说我们是票最方便的 而不是去特别去爱用某一个政治上的KPI 所以我们如果要冲这个的法术 当然很简单 我们只要禁止电闭箱电设提款机 然后说一年之前不少微钞之类的 就是有一些配套 那就把自己弄的 像一些非洲国家一样 就是现今没有人相信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瞬间行动支付 就变了这个百分之百老 但是那样子有什么意义 那样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角色 从我自己看来 是说我们应该鼓励创新 比方说之前有人用手铁 或者用手环 或者用戒指去进行支付 这个就是创新 因为对我来讲 把这个比较重的手机拿出来 看好简单 那但是他们就碰到 我们的法规的一个障碍 好比像说 如果你是用手表来试个支付的话 应该知道说 如果来投资机 限制你要1.5到3公分 甚至有些是1公分以内 那个时候会拧不到 因为那个手表必须这样 就是贴在这个投资机上面 这个戒指的话 这个手机可能会折到 那所以呢 当时我们当然就必须要来做法规调试 那去把它变成说 如果你是这些地方来试的话 那你可以好比像说 1公分甚至10公分的感应 大概都是合理的一个范围等等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法规 不要去把这些创新 变成让他们无法创新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 只是因为它是创新 我们就要把它吸射掉 本来在做的事情的这个权利 那我们也不是强制 所以大家一定要转过来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推广电子支付 这件事情 是为了要让大家更方便 去看到更多创新 而不是好像 而且最少你要创新的KPI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好 那有大家都很创新 那在这个创新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它的资金的来源 好像是PIC方面的 或者是说至少PIC能够实施控制的 那这个是必须要担心的 这个当然是需要担心的 因为从PIC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般的民主国家 大概都是我们刚刚讲 在创新的阶段 就是你才刚成立一个组织 或者是这个组织 还在它的前期不到五年 或者是说 它资本额很小等等的时候 确实国家可能有一些 类似预产或加速的这些活动去忙 但是就像你的国发基金 就是到一个大小的时候 它就只跟头不领头了 就是想要避免说变成增资增资 谁到头都是国发基金来了 你变成国营事业了 就是这是当然不可以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这个就是 自由民主国家跟 就是PIC的一个很大一个差别 就是我们当它赤装硬了最后 它就应该要进入 经济部门跟社会部门 不会再有工部门 去进行实质的控制 也不会把主要的资本 放在工部门的投资上面 但对PIC来讲并不是如此 他们来讲 任何多够大的公司 反而要去安装一些 类似党支付的这些控制的方法 那也就是说 它足够大的情况下 国家还是继续用国家的资源 去做我们只会对先起的 创行者做的这些 扶持的这些事情 所以它就可以去低于市场的 取得很多市场的这个优先权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 他们的拿税人去吸收掉了 这个研发成本跟部署的成本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在贸易上面 我们是没有办法用 相同规则去看待的 因为其实PIC严格来讲 它大概没有什么真正四部门的公司 只要党觉得需要 所以是都可以把它变成 事实上是公部门所控制的 这样子一个公司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当然要分享 其他的实质控制权到底是如何 那现在当然也有 我们从四驱的时代 从占领理法院的时候 就在倡议的 现在叫做干净路径 Clean Pass 这这样一件事情 就从最一开始的基地台 一路到另一路段 中间都不可以有PRC 所来的这些原件 尤其是当时四驱 是一个核心设施 那当然是更多能够去用 其实当时真的非常便宜的 PRC的一些原件 所以想要外出几次的访问 我们不是针对特定公司 我们在占领理法院的时候 主要的argument 并不是对特定公司 而是说根本就没有 一家所谓死人公司 在PRC的这样一个argument 所以不想我们也很高 是以前在包含美国在内的 其他国家都加入了 我们在四驱时代 就倡议的这个 所谓委屈干净路径的这样一个倡议 那这件事情当然是 很需要就是大家一起来看 那看的时候 当然现在和声的流行 不是说什么无网无独宗吗 所以说既不是特别去冤枉谁呢 但是也不是说 我想PRC可以换一个shell 换一个科词呢 就进入我们的就是 同行的公司 当然不是如此 好 大概是这样子 那至于对于特定公司 以及特定的界面呢 我就不特别去评论 有332朋友们问一下 想请问关于性别资讯的必要性 目前还是不是存在 今天身份证当然已经把这个资讯栏删除了 但是目前仍然在编号上面有所区别 想请问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差别群数消除 还是说目前有什么难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的证号就是目前确实 好像如果你是拘留证号的话 还是看第2吗 是A还是C吗 如果我们要解释的话 那如果是身份证号的话 是看第2吗 是1还是2吗 那但是当然就是说在 就是很多商会 就是外国商会的 这个寻寻善友之下 我们目前已经想要把 就是拘留证号跟身份证号 确实去进行一个一致化 也就是说让他们的第2吗 也是数字 但是不是1或2 那可能是7或8或9 那为什么会多数一个7来 为什么不知道 它都是8或9就好了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国家 比如像说澳洲啊等等 本来他们在进行他们的 物照的发放的时候 就是有非二人性别的存在 所以他们那边本来就有三种 那如果三种映射到我们 这边变成两种 那就不是很妙 就好像如果这个我们去非洲 然后一定要填一个表格 说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那就不是一个很妙的状态 那所以说当然我们至少在 国外的朋友们来这边的时候 其实都很像我们入境的 那个简易的那个QR Code的生命嘛 大家如果有点过的话 应该也已经看到 这边都已经改成三种了 就是男性零性 以及这个就是当Binary 当非二元 那所以当然在7、8、9的部分 这部分已经设计了好 那因为为了理解 我们在就是整个系统里面 并没有什么原因 说其他的数字不能用 那所以像我自己也 常常跟护证丝的朋友说 那我比较偏好的第二吗 就是零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零是不是偶数 并不是很直观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这个 他到底这个算是这个 比较像一呢 还是比较像二呢 这个大家脑里 不会有那么多的想象 但是如果你是三的话 感觉上就好像说 我们社会部门 以前被叫第三部门嘛 对不对 好像是这个第一部门 共同我们最大 第二部门经济部门的资质啊 第三部门社会部门 好像是那种复数的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讲不算的外交 都是靠第三部门嘛 所以现在我就会把它叫 第零柜外交 就是把它移到这个第一部门之前 变成啊 我先用一个公民的身份 去改一改什么东西 度知识 他们的那个 dashboard啊 然后后来他才发现 原来就是这个数位大型改的 然后他就要在推特上面 赶快感谢一下 那这个看起来像是第一部门外交 那当然未来就是说 如果你的第二部门 是一或二的朋友 想要也换起你这个地方 看起来像是否玩 还是怎么样 那当然是需要一个套方法 那这个呢 就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 它必须要是台湾 充分讨论之后做的决定 所以我具体的回应就是说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 就是第二部门回期的朋友们 当之后就是新的身份证 换化之后 他跟就是居留证 这个同意证号 可以有三种选项 这个我们的系统 先赶快改掉 因为有很多这个澳洲人啊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朋友们 会要来使用 那不然你们这个选项 光是什么进称啊 称位啊 什么大概就要改一下情况 那改了行动的同时 我们来讨论说 那到底在台湾 怎么样子的朋友 可以去拿到 你们的这个第二号的这个账号 那这样子我觉得 才是就是大家比较的 不思议吧 就不是强迫大家说 把那个一等二的账号去拿掉 而是愿意使用 你的账号的人 再来使用 你们的这个账号 有三十几位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请我 再面一次这个 空濡隆隆隆 Hilfe 冲冲冲啊 不可以陰情发动 饮情发动嘛 也可以到 examin才念 其实都是 东西是 их好 心里的 好为何啊 而且 spur mij 感谢这些 感谢这位朋友的肯定 嗯 有这个 二十九位朋友们想问说 外界质疑啊 我们这个苏辰枪aupt院长 把事情都丢给我啊 我有什么看法啊 而且要请大家帮忙做一下 谢谢大家 果然这个拉盘有点用 这个民主就是这么为止 当然其实 其实初代小朋友们把事情都给我 他是把某一些 就是关于大型的技术系统 这个网络系统的说明责任 给我 这是不一样的 做事情是一回事 说明责任是另外一回事 说明责任这个翻译 因为我早上曾经 一大堆日本朋友对话 所以说明责任这个词 就是借词 是日语来的 他本来在英语叫做 contability contability就是给得出交代 一个人他约的contable 就是他约给得出交代 说明的责任是日语 对于contability的一个翻译 那在我们这边 如果你是很主动的去说明 叫做当责 如果你等别人来问 才说明的叫问责 那如果这个别人问也不回答 那到最后就是非得去 要求你强迫你回答 这样叫克责 这是不同的概念 但是我想就是我自己 大概现在比较不用这些翻译 我们就直接翻译的交代 就是说一方面对我们院内的同样的交代 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 在三位券的情况下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明明把这个 就是电子支付啊 电子调整啊 后来信用卡都写好了 刷3000、02000啊 我们为什么要等这个一个 很漂亮、很值得的信封的印刷 那这个我就必须要对那一点的出交代 那这个交代当然里面 就包含说 好像说就是很多朋友说 因为这个小的摊商 他没有托斯基 我们引用他去装托斯基 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的 他觉得说他会被查税 那但是如果是一个 就是类似于先进的 这样一种在内地以前被划掉的 那这样这些小的摊商 他才比较能够来配合 来推出说变成三倍、四倍、五倍 那这个讲法是很好 那我就必须跟越来的朋友 也可以交代 那为什么要多换一些钱 一个信封呢 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开拳会的朋友们提醒 我们说便利商店方面 那他摄影机你知道吧 这个本来是没有信封的这个券 就是举起来 然后后面的摄影机 马上就可以把这个券 然后自动的抄录下来 那这个按照他们的讲法 是可能事后会有什么分析啊 危险啊等等 那当然这个确实也让他上去的 那我会不会查税啊 这个疑虑会增加 所以我们赶快的一个信封 去把它盖住 那就又多得等这一点 一点点时间等等 所以知道就是 从外面的声音机来 导致我们角色的改变 去给对面交代 这个确实是我的任务 那看过来讲就是从 呃里面这边去做出的实质的扣导 我们必须给外面交代 那这个就是我的任务嘛 所以我以为我诗文啊 我就是有恩必达 所以我担负责任是书名责任 并不是说这个信封真的要我 跑去设计或者跑去印啊 这个译并不是如此 那也不是说 好像说外面的这些朋友的意见 就是我的意见啊 也不是如此 我只是你在这个中间去促成 双方都能够达到有恩必达的 这个状况的一个拐道啊 有30位朋友们问说 他为人书生的第一句话 是不是就是hello world 应该不是啦 hello world应该是我8岁的时候 写的第一支城市 因为在就是这个教科书上面 那一份应该是 GW Basic Room呢 那一份之内 那第一个范围就是printhello world嘛 那所以我就直接照到那个书上面 去就是写了这支城市 不过当我说写城市的时候 真的是用写的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变好 所以我就是在一个A4纸上面画键盘 然后就把那个教科书上printhello world 你自己按一个enter键 然后自己再写hello world 出来 一开始写城市 真的是用写的确实是如此 有个9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如果拿捏假消息 跟言论自由的一个界限 这个界限在台湾是有一个很明确的 罗笔森老师 正为做就是 接住了一个定义 就是说当你是蓄意的用不实的讯息 来造成整个社会的危害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叫假讯息 而且它不是在言论自由包装的上面 但是如果你不是故意的 或者是其实是真的 或者是它没造成什么 社会的危害 那这样子的话 那它就属于言论自由的诞成 所以所谓的恶加爱三原则 那这个原则是非常容易去检视 而且我们现有的法律里面 也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原则 那某一些它就是没有写上清楚的 或者是忘记把网络的社会写上去 它就只是一些什么网络新闻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一部分当然你会知道 实际上是有带着院内台湾 做一个系统性的谈点 那现在大概都已经调整到 这个共同的定义的区块了 有28位朋友们想问说 你能不能够分享这个我的书单 我的书单 那你要分享就分享了 你是要拍照还是怎么样 OK 好 那这是我最近看的18等书 那这18等书大概有信用思考 然后有这个肯将这个就是 Arival的那一个 科幻想说的作者 雅虎哲的配当个情话 然后没有什么 那次包吻的书 还是有道德经吗 那表示我经常在看到那个情话 然后 Radical Markets 就有两本 一本情统一本品状 等等 The Wise Company 这个是我去日本认识的一个 就是管理学的思想家 他们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传统商交的知识管理 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AI 知识上都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了 那人类这个管理就特别 要提到什么状态 像说要提到智慧的这个状态 这也是相当的有因此 那大概就是一个书单 给大家分享 有25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我会想要参与22或者24 这个指定应该是2020或2024年的选举嘛 我当然是会参与 我一定会去投票啊 当然要冲高投票率 或者是没有什么未来的目标 那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我 就是我主要的政治指导者 就是87岁的男生 那个我有跟他妈这个很认诚 讨论过这个题目 那因为基本上我都觉得说 我现在的工作就像刚刚大家已经听到 是个沟通的广道 它既不是左翼的也不是右翼的 今天在日本的那个直播上 我说这个叫做upwin是上翼的 那实际上的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两个百块碰撞 我们就想过来想上 也就是说是在调和各种不同的价值 然后找到轰轰创新 那但是如果我的这样子以后 做政治的方法 变成是我代表我一个政党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这样子运作了 我们现在之所以在立法院里面 所有的政党都觉得说 开放国会是一件好事 加入开放政府伙伴关系 就是说我花了大概最近三四年的时间 跟民间社群一起去争取来的 这样子一种国籍的参与的管道等等 那就是应该说他们认为说 开放就是大家彼此互相讨论 深化民族对国外的开放 这样子是部分政党 大家都实施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如果现在考虑参与选序 然后加入了国政党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其他政党就不会再觉得说 这样做政治的新的格式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当然不可能去加入政党 那在不加入政党的情况下 又跑去选公共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目前我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我大概已经持续去改变 就是大家做政治的一个格式 而且让大家看到说 只要有充分的脉络的话 共同的价值还是很容易形成的这件事情 有二七位朋友们问说 是不是有规划开放数位投票 或者更方便于年轻人的投票方式 那例如一地投票以及困难度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者是接近很好一个问题 中选会之前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会从公投 尤其是全国新的公投 开始去实验像一地投票的这样子的做法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场票传统 跟其他国家相当的不同 今天这个我回应日本的朋友的回应说 为什么大家对于参与民主 看唱票那么有兴趣 我觉得这是类似像家庭花会 就是说我们会拿出张票 然后说 然后一票 然后你会看 在场有多少人拿录影机正在拍 然后就很故意的 就给他们都拍到了 然后YouTuber也会拿这个去做节目 这个现场的计票等等 就是它是一个 大家都有参与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是做这个意义投票 然后比方说 你在这个同步 然后就去开 开你在台东的某一个票 那其实就是旅居同步 台东人可能就那么几个 那所以唱票的时候唱出这个名字 就不是很方便 那所以这是一件事 那当然你可以说 没有啊 你可以用mail.com 就是事前就是寄到台东这边来吧 那但是这个游物的过程的透明性 大概就没有看YouTuber 这个全程追的游物程 你说并也可以 好 那这个产生投资是比较高啊 就是说在大家能够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 这款车等的一个透明性 所以除非我们能够想到一个比较的透明性 至少相当或者更高的一种计票方式 不然的话异地去投关于人的票的这件事情 它的正当性 或者说认受性 就会受到挑战 那但是全国性能方面有这个问题 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投的都是同样的一些投资 所以照票的时候你也不会被重新还原出的身份啊 那所以这个我想公投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公投里面也比较没有说 如果我掐到什么百分比啊 大家就要重新投一次啊 重新计票啊等等 也没有这样子的规定啊 那所以我想公投是很适合担任一个 类似像sandbox 就是杀回的这样子一个实验 那包含就是电子联署 那后来电子计票 那甚至一体投票 最后说不定到电子投票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程序 我们大概都可以在公投先把 我们刚刚讲社会的常规 先实验出来 那得到大会可以接受 也觉得这个很自然啊 我们在那边把他引导是关于人的投票 那那个就看当时 他觉得适合的节奏是怎么样子的 有个喜欢的朋友们呢 想要问说 可不可以帮这位匿名的朋友啊 我帮他小朋友啊 不可以帮他 那可以帮他 那我帮你评出来的 这个希望是有一点帮助啊 但是因为你是你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可以怎样 来帮他说你啊 有欢迎1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个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教育的资源啊 把很多在偏偏的小孩 拥有更多的教学方式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来跟上都市的小孩 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想这是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 不一定是要跟上都市的小孩 我们有看到很多像原住民族的实验重点学校 他们的做法甚至是根本没有打算很少 他们先学阿美语 然后再用阿美语去学美语 那然后之后也没有特别要学韩语 所以说这个方向我们在平底 是大概很难采取这个方向 事实上根本就是克刚就已经说你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 他必须要用试验教育法来才能够达成这样子一种 自己全新的方向 但这个也是很难道理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学多佛摩托 对他们的利益说真的不是很大 就算他们未来要学韩语 当然也是用拼音符号来学 也不会是用多佛摩托来学了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他就可以丢他自己的主题型来出现 那他不会觉得说 好像他是偏向他急着要被别人用平地的角度去看到 而是说他有他自己的角度 而且他的角度这么看世界 是平地的朋友来跟他们学习 那所以就是说不是他们的所谓特色 而是说他们的观点 那么的主题型 那这个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办教育的时候 就是要告诉小孩的不是说 好像你的起跑点比别人落后什么东西 而是说你在这个山头 你看到什么风景 你选了这个方向 那你往哪个方向 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没有别人跑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面 当然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5G运用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标金 这个标金是相当多的钱 而且它有就是超出本来 它的最低标非常多 所以这个标金现在有一样的钱 就会被用在所谓越偏向越先进的这件事情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因为现在都是非独立组网 5G还是搭在思绪的题材上 所以偏向当然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快 那但是当街上要独立组网 就是说专门去付出5G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调出号楼箱所在台东 那他们就是在偏向想要去用身体骑进的方法 每个人发一个VR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从刚入口就VR 那但是我真的觉得VR很重要 这件事情 而且现在的VR已经是非常的轻 像我去试那个就是Peter他的一个XRSpace 的这样一个VR 那好像是武警跟中华电信5G 可以这个同时购买 我没有说它也可以 我只是真的就是 就是它带上去大概三四个小时 也不会投云 而且也非常的轻 而且它没有控制器 它完全是靠手势 就是跟HoloLens一样去控制 意思就是说就算是完全没有用过电脑操作经验的人 他也可以非常容易的去进入这样子一个世界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旦进去之后 当然你就不再是你的就是Fisco 就是你的马路 所以你想要是网路取代马路 就是对你来讲人员的地方现在就非常能近 就可以到 那对你来讲本来是很难取得的资源 现在就直接就 因为它那个就是镜头本身也有扫描的功能 所以你拿着那个XRSpace 我们就扫描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个厅 这个厅要不要什么发展的 我们也提升竞争力 这厅是同样的经营大台湾 但能等了这样子一些标语 包含这个厅的Dimension 就是它的这些特色 这样稍微这样子看过一轮 它就直接建模 进到这个米尔的空间里面 所以就可以变成说 即使是在偏乡的朋友们 它只要有这样子的设施 它只要带上这个 它就马上就跑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 那这个空间 像说那边看有个空的影子吗 我只要带上这个 我还是看得到大家 但是这边就忽然冒出一个人 所谓阴阳眼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只要大家都能够习惯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我想这个它的教学方式就不会是问题 而且它也不会再受到 那么多的物理空间的这样子一个限制 所以我真的觉得 VR是很重要的在教育上面 那当然同样重要的VR上 动手术的那个VR 叫做这个拿温戏吗 这个可能也有人知道 就是医生他可以不在同一个房间 他还是可以去做手术 那这个也是一个压环境吗 而且不过那就不是 就是营养业的那位医生 在进入这个的时候 他旁边所有的东西都看不到 所以不是营养业 而是关注营兰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里面 它的全身冠主都是在那边 然后它的手艇是由自己手艇 来代为执行的 那这个呢 在以前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意愿 而且有很好的光线网路 才能够做到 可以说是我们是受到那个空间的逻辑 所限制 但是当屋居下来之后 感觉就每一个地方都有相当于 光线网路 只是没有那一种路线而已 所以即使是在救护车上 可能就没可能太死去了 即使在卫生所 文件展啊 这些地方 都可以一下子引入这种远居 诊療跟医疗的技术 那但是就是 依我所知 好像是在屏东啊 就是所谓门岛城的地方 他们也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 当他们后送到医学中心的时候 这台救护车上面 怎么样可以 运用5G的技术去 让医师在那边 就一定开始先做一些治疗 先做一些操作 什么的 而且这个也可以empower 就是能够增长 这个在地的物理食品医食 因为这样子他们随着 才能够学到更多东西 或者他们甚至待在原地 去跟这个 投影过来的 大医院的医学中心的医师 一起工作 这样子才能够 一个当地医院的信任 所以至少在 教育跟医疗 这两个技能 在台湾我们大家都知道 刷金融卡 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传统的事情里面 我们可以用国家的力量 在5G这些地方 做追止的实证 那当然在刷金融卡 就是资本主义的部分 我们就比较不会 一下子有推这些东西 当然不然就叫运营正令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说 就是有很多地方 现在才能提这些计划 让我们在5G的测试上 应该可以用 有4G的朋友们想要问说 你请问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量 不要因为过于贫敏 过于脆弱而感到痛苦呢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大概简单的做法就是说 你在你的心里面 你试得营造出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然后当任何情感进来的时候 其实如果有看过导致机转弯的话 就是说那个控制台可以做大一点 那他们在小孩子的时候 每一刻属性球只会有一个颜色 长大之后属性球 就可以有多个颜色了 那小的时候呢 控制台很小嘛 所以一开始如果是什么 怒怒啊 这个悠悠啊 什么静静啊 去做这个控制台 就热热啊 就好像就插不上手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随着年纪变 你的控制台就可以变成 这个很多感受一起操作 那这个时候当你有一个 就是这边讲到敏感和脆弱而感到痛 那所以可能是这个怒怒跟精进啊 这两个状态出现的时候 那你的控制台上面就还是有个 坐在下的这个空间 就是我一直强调的那个精神按摩嘛 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控制台里面的视觉讯号 受定是怒怒的能源 因为别人正在很色的 你正在被你发脾气 那你听到或者看到它 视觉跟听觉两个讯号 那但是同时你可以去拉开一段距离 然后呢你 好像说 重一杯这个新的口味的茶 大家都知道我会随便拿两种茶包 混起来和比例不同 那每次会有一个新的味道 那或者是 就是吃一个新的口味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最近一直在吃那个 第三代的蒟蒻拌面 那蒟蒻是完全没有味道的 所以我随便加什么东西进去 它就变成那个东西的味道 那所以我只要加不同的酱 我就会吃到完全不同的 就是食物的味觉 那所以就是刚刚讲 嗅觉讯号 味觉讯号 或者一部分的听觉讯号 放个新的音乐啊等等 它可以去综合掉视觉跟 这是主要听觉讯号的 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一方面在这边 感觉到可能很难受 那在这边呢 如果有感觉到很坏的 可能是一个什么 悲心交集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能够 一直习惯在这个情况里面的话 那就比较不会 好像觉得过于云暖或脆弱 但是你要不是就 好像把自己心灵封闭住 不去让这些不舒服的 进去进入 而且进入的时候呢 那么你的位置够大 所以它可以去对 别的情绪状态 稍微有些不对 所以它不是控制你的情感 而是让更多的情感的表面 能够有发挥的一个空间 那在这边呢 就是言 为你受伤 这两个不同的沟通管道 它能够有不同的A分 就是有不同的情感 对你进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被单依的情感 绝取到 好像只有所有的 你都陷进去了 那自然你不会有空间 去在这边去 自己再做一个判断吧 好 然後 魔鏡盒瓷王 我們來看一下魔鏡盒瓷王 原來是這個 血子蛋 我們來看魔鏡盒瓷王有什麼功能 就是一個J的一個概念 聲音很好放不出來 可以也有耶 好不好 沒關係 感謝這位瓦咖瓦咖來練歌 那我聽沒話 那我聽沒話 那還要問很久 對啊 如果一開始就頂歌的話 那這個感覺應該會更好 有點像Lunch bar OK 我四十萬元 四十萬元想要問說 大陸的電子支付工具 有支付寶跟微信 街友都拿QR Code來收集 出門幾乎不用帶錢包 在韓國連小吃飯都可以刷信用卡 其實在台灣小吃飯就可以了 那在台灣有了街口 有台灣Pay LinePay 全聯PXPay 全條Pay 徐晨師Pay等等 請問台灣有沒有可能整合 各種電子的支付工具 確實很好 其實說話電子能做 他們有一台叫做 就是什麼多元整合電子支付 簡稱海龜基還是物龜基 什麼之類的 那他就是剛剛這邊想合 全部都可以 那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並不是非常多人 想要整合全部的電子支付 就是說即使你把這種Pose機 開發出來 而且事實上也沒有很貴 那但是他的服裝 事實上是優先的 那有幾個原因嘛 第一個我剛剛已經講了 很多小單上 他覺得他就是不想要被插睡 他大部分的這個經濟活動 是在不會被插睡的狀態下面去做到 那像這些朋友 他收到三倍券之後 因為他事實上是去 裁判他的商標的原物聊 或等等 那這些人的經濟 他確實是存在的 我們不能逼迫他去轉化這個 那第二個是說 其實我們有一點跳蛙 就是說我們完全沒有經過那一個說 就是有很多偽潮啊 或者是說 就是沒有提款機可以用啊 等等的那個狀態嘛 我們一直都覺得說 那現今是容易取得 容易使用等等 所以這個也逼迫著 就是所有的新的這種 創新的發明 他必須要比線性要來得好 因為我們 因為現今是太好 用現今是一個比標 那所以我們這邊的這個做法呢 就是接口他 跟他變成的 逼迫等等 他的這些創新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變成是說 如果他沒有現今那麼好的話 他就會自然被淘汰掉 那這個就跟在PR4那一點 因為即使他比線性不好用 國家還是會希望讓國家的力量 讓大家非得使用不可 或是因為開始要掌控 你全部的交費行為 然後讓你就是 如果做了壞事的話 買不到貨車票啊 什麼等等的這些事情 因為他有他的自己價值嘛 所以當然就是 所有人去 就是用納稅前去 確保所有的美元 納稅員 他的消費行為 都能夠被國家完整的掌控 那在台灣 因為沒有人想要這樣子 就算是消費行為 也不想要這樣子 不然也不會有那個封號 遮住在微圈的序號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價值選擇 就是當這些同時互通 中間彼此能夠互通 彼此能夠直接互相交流 這當然很好 像TWQR Code 這樣一個標準 但是如果不想要去 可控這個標準的話 我們國家不會說 我們就由上而上去 抹殺掉其他 可能更方便的 創新的開發方式 只是因為國家 想要知道 就是大家的 就是運作的一個方式 或是每天的消費的習慣等等 所以我覺得也是因為 就是PRC方面 做的太多這種事情 讓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很容易說 他會這樣的不利後果 所以只要往那個方向 根本就不進入 我們討論的範圍 那這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好 那最後兩分鐘 有36個朋友問說 這個很喜歡 那鄭文說的那一句 當你沒有帶著問題來的時候 大學只能給你一個學位 伸手啟發 我記得有位朋友是 已經拿到我的大學學位之後 才聽到 我沒有關係 一個學位就多 可以拿兩個 所以 讓我們用我們 我們用我們Nexus的方法 分享出來 讓大家解釋的同時 也對整個社會有所貢獻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所說好 要留一些時間來合照 那次我是不是就做到中間 然後請攝影師 從拍照 很長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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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